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哥哥 你们以前不是住在宫里吗 为何突然搬出来了 六哥哥 你每日都陪小嫂嫂吃饭 为什么父亲就不陪母亲吃饭 我听说最近大臣都喜欢四哥哥了 那六哥哥就可以整天陪我玩了 阿仔啊 你不要一次性问他这么个问题啊 他回答不上来的 为何 母亲还说六哥哥很聪明 难道其实六哥哥什么也不知道 这孩子也不小了 不成就送学堂吧 有道理 有道理 小孩就该去上学 没错 有先生的管教和教条的约束 你可不可以好一些 是是是 什么叫学堂 好地方 好地方 很容易 Change 了 哦 来 先生 先生 小少主 你可来了 牛少主 这孩子我是教不了了 谁少主 只来学堂一些事 就鼓动和其他学生 他一起逃课 他在院子里玩泥巴 你看我这脸 我这几乎 先生 实在对不住 他确实有些过分 就是有些 极其过分 别看我这孩子 谁少主 必须严格管教 否则大了 怕是会动辱五少主的后尘 你